我是一位很善于让淳琳为我做衣的精通人性的女讲师 前两天我和一位林朋友一起吃饭 我刚坐下的时候我直接问她 哇塞你不会是枕头公主吧 她哈哈大笑 一时半火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枕头公主 然后我坐下来继续问 我说我们玩个问答游戏吧 她说你问我答 我说你知道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最迷人吗 她说我不知道 所以这种枕头公主就很无趣 普通人可能会说 我觉得你零点五偏零只做一的时候最迷人 但是我说什么呢 我说我是姐姐 她又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狂喜 接下来的过程我什么也不用干 她还屁颠屁颠的为我服务 去到最后我说来给我一颗粗妹 奖励我今天跟全天下最厉害的零一起吃了顿饭 好开心呀 回到家的时候我打开手机一看 这个零用不同的账号给我挤了十五万八千六百次眼 还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她说我愿意为你一个人做一 所以一个零说话有趣很重要 让一个零愿意为你做一更重要 暂停一下 本视频纯属整活